支付宝到账一百万元 公务员考试太恶心了 你们将来谁打算考公务员要注意啊 第二部分是公务员的必考题型 省考国考都有这种题型 考的一个叫恶心 叫逻辑推理 大家知道什么叫逻辑推理是吧 就是恶心的脑筋巨脏弯 知道吧 这种题难道不难 但是需要时间去思考 刘老师什么叫恶心的脑筋巨脏弯啊 我再给你图题让你感受一下啊 说挺好了啊 说有个大哥叫朱杰伦 不陪老婆孩子 有一天来到福顺开演唱会 然后呢 你们班有这位五位同学 分别叫小红小玉小明小刚小强 这五位同学非常喜欢朱杰伦 朱杰伦开演唱会 必然买门票要去看一只 对吧 而这五张门票呢 挨在一块 其中一张门票靠边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小红想到边上 但是小红不想挨着小玉 想运起来的小刚 小刚不想挨着小明 小明想挨着小乔 问一下哪种排列顺序 最符合五个人的排列意愿 你觉得这种题难吗 难道不难 但是需要时间去思考对吧 那么同学你考试的时候 慢慢想这种题 考试的时候一共有30个 每个题两个分 所以说有的人考着考着 你要理解他 高你你也酷知道吧 完形填空太恶心了 英语考研的时候 大家就千万不要先做完形填空 你只要先做完形填空 你怎么可能都不知道 你知道吧 因为和填空是整个英语阵子的 第一部分 你先做完形 你就死了悄悄了 有的人英语搭不完片子 怎么回事 傻逼先做完形填空 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先做完形填空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发现 你从小到大学英语 你就一直被讨议过这个题 大家发现了吗 高考有 中考有 高考有 考研还有 对吧 但是考研那么前填空 什么样的完形填空 很可惜 他满分10分20个空 每个空就他妈半分 然后你会发现 你每次做完形填的时候 你就没脱离过两个字 这两个字是不是一个纠结 你每次做完形填空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A不对 B不对 不是B就是此一 你选B答案就是此一 你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们做完形填空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以为自己选的对 其他他妈选的都是错的 你知道吧 大家就是上来 千万不要选做完形填空 做完形填空就死定了 数学太恶心了 就有个很恶心的特点 什么特点 你会发现这一颗 牛逼的是真牛逼 不行的是 真不行啊 你们上初中上高中 见没见过数学真不行的人 见过吧 咋讲不会 咋讲不会是吧 给他讲个听说 掐子的对吧 但同学 你班有没有数学真牛逼的人 也有吧 老师不讲他就会了是吧 我老师不会的他还会 你会发现每次考试 只要考数学 就有个别的时候能考满分 是吧 记者太恶心了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做 有事情找谁啊 人民警察 你找得着吗 是不是有时候找不着 是不是 但是这位大哥的行动 充分学习了 这句话应该改一改 叫做 有事情找人民记者 知道吗 这位大哥查完分以后的话 发现自己卷子丢了 马上给记者打电话 给报 我一直觉得 记者这帮人 是最恶心的帮人 唯恐天下不乱 是吧 那是出事了 赶紧告诉我 是吧 这位大哥给记者打电话 大哥你好 我正式考了负一分 你有去报道一下吗 记者一听 也和 这事没听说过 是吧 采访了一下 还写了一篇报道 叫做 考研政治 惊献服一分 卷子六十三汗山东 无辜考研少年 哎呀 老火了 你知道吧 求个关注 摸摸打